有一个人死后,在去阎罗殿的路上,黑暗中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出现在他的面前。 宫殿的主人邀请他留下来居住。 这个人说,我在人世间辛辛苦苦地忙碌了一辈子,我现在只想吃,只想睡,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想做。 公主笑着说,若是这样,我这里便是最适合你居住的地方了。 我这里有山珍海味,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 我这里有舒适的大床,你想睡多久就睡多久。 而且,我保证不会有任何事情需要你去做。 于是,这个人便住进了宫殿。 开始一段时间,这个人吃饱了睡,睡好了吃,过得非常愉快。 可是,这种日子没过多久,他就感到有些寂寞和空虚,于是他就去见公主,抱怨道,这种每天吃吃睡睡的日子没有意思。 我现在肠肥肚满,无聊的日子实在难熬,你能不能为我找一份工作? 公主答道,对不起,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,因为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工作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这个人实在受不了了,又去见公主,我无法忍受这种生活。 如果你不给我工作,我宁愿去地狱,也不愿住这里了。 公主依然笑笑,你以为这里是天堂吗?这里本来就是地狱啊。 故事启示,人生的意义在于劳动,生命的价值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体现出来。 不劳而获的生活并不能让我们感到真正的快乐,快乐来自于付出和收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